今天是第13個中國旅遊日 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的主題活動 豐富了遊客的旅遊體驗 作為歷史文化名城 江蘇揚州正不斷激活古城夜遊市場 打造城市新業態 釋放消費新活力 東關街是揚州最具代表性的一條歷史老街 現在共有商鋪240多戶 形成了吃 住 行 遊 購 魚 全產業鏈 其中 東榮園小劇場定期演出 平話 洋劇 譚詞 青曲等非儀節目 不僅為遊客帶來沉浸式的文化體驗 也拓展了街區文旅產品新業態 而在新疆巴州玉璃縣羅布仁村寨 村子中央的神女湖躺過金黃色的塔克拉馬干沙漠 在胡陽林的環繞之中 形成了立體豐富的原生態景色 中國旅遊日期間 羅布仁村寨推出了沙漠越野 華沙 傳統民俗表演等豐富多樣的旅遊項目 據了解 新疆各地在中國旅遊日期間 共舉辦400多場精彩分成的活動 推出減免門票 發放旅遊消費券等優惠政策67項 這裡是位於山西省太原市的禁慈博物館 在國際博物館日和中國旅遊日到來之際 禁慈博物館舉辦了國風文化街 漫步這座千年古詞 不僅可以去領略古樹名牧和古代建築的魅力 更是可以通過形式多樣的傳統文化活動 以及體驗項目 去感受古老文化迸發出的創新活力 在禁慈的標誌性建築聖母殿前 一場場致敬歷史穿越古今的表演登台亮相 禁慈十二始衬由禁慈講解員自行編排而成 生動還原了聖母殿內人物的一天 從服飾裝扮到生活起居 此外 話劇 情景劇等形式多樣 角度新穎的原創表演 從不同角度展現了禁慈的歷史渊源 在雲南省楚雄州墓定縣 遺族左腳舞傳承至今已近千年 成為非常有特色的一張旅遊名片 就在前幾天 上萬群眾聚集狂歡 齊跳左腳舞 場面罕見壯觀 吸引眾多遊客參與 18日 一輛滿載中老年旅客的旅遊專列 從湖北宜昌緩緩使出 這是今年宜昌首次開行跨省區長線旅遊專列 行程涵蓋湖北 河南 河北 江西 遼寧 黑龍江 內蒙古 吉林等主要旅遊地區 中國旅遊日前夕 首趟星安盟號杜鵑专列 由大連站開出 一路驶向阿爾山站 在為期五天的時間裡 遊客將成為今年第一批 見證杜鵑花盛開 暢游星安盟的遊客 這趟旅遊專列 共提供240個臥鋪 形成1000餘公里 遊客全程享受上車休息 下車遊玩的全方位一站式服務 車上備有醫療救急設備和藥品 提供管家式服務 確保遊客玩得舒心放心 不停 不停 不停